下面請 余天委員 余天委員不在 許舒華委員發言謝謝 我們神力女超人 謝謝主席的稱讚 麻煩主席邀請您部長 好請部長 部長講話要小心一點 部長武安 我想我們台灣因為 這個地載人籌的 所以每到觀光的 這個時間點連假 我們的這個很多的主要幹道 都會塞車 我想尤其南投縣也是做我們的觀光大縣 所以呢每到了這個 假日的時候我們其實是非常 的頭痛包括我們的台三線 就是國道3號民間到 竹山這一段還有竹山 到我們保甲路下來這一段 因為主要都是因為鄰近有 很多的觀光的景點 相信我們剛剛很多的委員自己都會提到 各自的縣市只要是有觀光景點的 碰到連假這個問題就會存在 那當然 南投縣的觀光景點又特別的多 所以每次呢除了說造成遊客的不便 我們很多的居民實際上在出入也相當的不便 那我想 部長您之前在228的那個時段 您也講過說連假呢 你的連假的這個疏導的措施 建立在過去的大數據 你有信心要減少塞車的狀況 可是實際上228我們還是又出現了這個 塞車的情形啊 所以這次面對親民的連假 我們怎麼樣能夠快速的再去做改善 因為您之前一直提到這個就是說 您這次的有別於於網的是採取大數據的分析 那我看到你們這邊也延長了夜間的免費的時間 包括提早一週推出了國道的通行費的這個優惠 實際上我覺得都是對於能夠達到這個分流 它一定的一個效果 我們當然也可以看得出來交通部在這方面 提早做了很多的一個措施 這方面我們是給予肯定的 可是30號跟31號它的那個塞車狀況還是出現 所以我現在要跟部長要探討就是說 我們那每一次在連假期間 我們交通部都會一直不斷的呼籲我們的國人說 要盡量的來達成這個大眾的運輸工具 可是實際上呢我們來看 從100年起 就每百人的汽車量有100人裡頭呢 有30.4的人是擁有這個車輛的 到108年已經上升到34.1了 也就是說呢我們106年的數據 國道的交通量大概在5481萬 那107年已經來到了5660萬 成長了179萬的車輛 那在這種車流量不斷成長底下呢 實際上不曉得部長您講的就是說 你要透過這個大數據的分析 那怎麼去做可以來讓我們在現在車流量 一直不斷增加底下去改善 除了鼓勵搭乘大眾運輸跟傳統的一些交通管理方法 我們還是主要希望說能夠分流 那分流除了把時間拉長 像我們就提早上週 就是國道優惠 另外一個就是地方道路的分流 比如我們的幸福公路 1968APP 那這些資訊的掌握我們希望用路人能夠協助我們下載 能夠知道路況 現在都有即時甚至是露營 那這樣的話我們把地方道路跟國道啊 之間的雜道管控 其他相關的管理也可以做得更好 但陳如委員所講的 車的增加速度已經超過我們國道的負荷 平常就塞 像國道5號 那所以我們認為說大家在上路的時候一定要去了解路況 那其他的自本自標的方法 當然台灣的整個路網的打通 包括整個軌道跟公路體系 比如我們今年西丁快速道路全線通車 就是最主要是在方苑跟大成那一段 另外比如說像以委員所關心的我們的中章快速道路 從這個彰化連結 未來我想包括我們的高鐵台鐵跟到集集的支線 其實我待會也就是要去 我知道你下午要去嗎 對 所以這些方法我們要窮盡所有的方法 那當然有一些真的是只是比較治標性 最根本的還是我們整個台灣的整個公共運輸體系的建構 好 不敢我想因為這個沒辦法說 你馬上去推動它就有立即性的效果 因為很多你不管說是你透過大數據的分析 或者它又會牽涉到民眾的一個使用習慣 包括到你在後續的建制等等的 那我現在就來跟你探討 因為您剛剛也提到就是除了我們自己 國道之外另外的一個是地方道路的 那比方說像我們現在去年交通部這邊有推出了台鐵高鐵啊 你只要到的地方之後你可以去轉成地方的客運 轉成接駁或者是 那這些的接駁我們有優惠 或者是辦家等等的這當然很好 那我現在因為部長您本身是來自台中喔 南投的狀況我相信您也非常的清楚喔 那我們來看就是105年呢 我們在民眾使用日常運聚的狀況調查呢 其實在這種我們全國裡面 我們使用率才占15.8喔 那南投縣我們從98年的市占率是6% 6%而已 那到105年又更加下滑到5.5 也就是說在南投縣我們本身 在很多的地方的這些客運的運輸接駁 或者是本身縣內裡頭 它就是相當的缺乏 那部長您之前喔 您在擔任這個台庸市長的時候呢 我看到您也推出了很多 不管跟彰化跟南投的一些相關的連結的計畫 不管是您待會要去的鐵路的連結 或者是客運的接駁 當時你們也曾經協助了南投縣很多 我在這裡也非常感謝 那所以現在部長您到了中央之後 南投的狀況我相信您大概也 也略了解啦 你覺得怎麼樣來協助南投可以在我們的 這些線內的客運或者是接駁的工具 可以有更完善的提升 其實區域還是要有個路網 因為客運有時候它就走賺錢的 不走比較虧損 我們有一些補貼政策 還是可以到位 那 他現在是這樣 你補貼給客運業者嘛 那當然你地方政府你要自己提出來 可是實際上有些的業者他真的興趣也不高 因為南投我們本身的人潮不多 自己的線內的人本來使用就不高 那如果沒有辦法再提高這個誘因的話 我們即便有這個優惠 可是實際上客運業者不來啊 我們來協助地方跟業者提出計畫好不好 就除了我們被動的以外我們主動的來了解 我其實前天才主持一個會議啊 因為外界在討論說是不是公路客運要 票價要調漲 那我們也就發現剛剛委員講的 其實有一些他的這個載客的人數反而在遞減 如果按照這個模式計算它是更沒有效率 可是我們從就是說一個行的人權啊 其實城鄉差距是導致啊 我們公共運輸沒有辦法到位到一些地方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可是賺錢的路線大家都搶著吧 賠錢的沒人走 這要有一套配合的機制 也就反映在我們的補貼政策 跟其他的誘因 我都會來做 沒錯 那我意思就是說 您剛剛您也了解這個狀況 就是你偏鄉的地方 它的客運業者本來它來的一分就不高 可是我們中央雖然有補助的辦法 可是實際上它還是沒有辦法能夠去做到 所以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針對於偏鄉的地方 我們的補助的標準 我們可以有所提升的話 稍微去區隔一下 那這樣才能夠協助在偏鄉的交通 我跟委員馬上回應一下 比如說幸福巴士啊 我們就是針對這個計畫 我們有一個目標很清楚 像還有小航公車 有一些地方不需要大量的客運嘛 那我們就用這個計程車 讓它變成了一個大眾運輸 那其實採用預約制 這個在台中啊 我們在東四、石鋼 新社那邊實施的很好 同樣我們今年已經增加到500個路線的點 這個部分我們再請教委員 把籃球納進來 可以用小航公車跟幸福巴士啊 來扮演一定的角色 因為您今天等一下就要到南投去嘛 雖然重點是這個春節的疏運 不過我想就剛剛您剛剛提到 怎麼樣去搭配那些的配套 下午有時間我們再來具體再聊一下 那我最後要來請教就是說 我們先前有談論過春遊的補助 那春遊補助呢很多縣市是4月1號就開始了 也就是在4月4號跟4月7號這個連假期間 其實也是適用的 那如果我們春連假期間本來它的客運就會塞車了 那如果說我們又把這個很多縣市已經開啟了 這個春遊的補助 就相對的會造成我們在春遊期間這段的 我們在這個交通流量的一個負擔啦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其實是有避開這種休假時間 我們以禮拜天到禮拜四啊 最為實施的期間 只是希望淡季不淡 那同樣一週裡面比較淡的地方 我們是針對那個部分來處理 好我先只是說這個就要提醒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在 在縣市政府在推動的時候 尤其呢我們像這種現在 遊覽車的這個司機已經缺乏大概三千多人了 那變成是說如果現在找不到 遊覽車的司機情形底下 很多旅行團的沒辦法出團 他就變成自由行 自由行就開車 那就會相對的會造成我們現在的 交通的一個問題的負擔啦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方面在我們自己一開始要做的時候 我們會充分跟地方這麼來協調 像以南投縣林縣長啊 他積極也在加碼 那我們就把怎麼樣淡的地方讓他不淡 但是本來熱的地方我們不要去過熱 因為這涉及到遊覽車還有旅館 整個這些也都一併要估算進來 好最後就是說 是不是請部長您剛剛講的那個 下午能不能請我們同仁也準備一下 如何輔助在縣內一些比較平級的 客運的這個路線 能夠有一些計畫也準備一下好嗎 好我們同仁好不好提供我 謝謝部長謝謝主席 說部長對你特別好 不到回答那麼詳細那麼多 我還下海跑去看 我都很羨慕 我都很羨慕 蛤